他说这辆新车的车钥匙还没捂热乎呢 车就成这样了 新买两天的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一宿 四个车轮就被人偷走了 涅森的损失可不小啊 大伙说每天把车停在这儿 他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大伙说虽然他们都不敢在这儿停车了 可不停这儿也没别的地儿停啊 小区呢它那个车位啊也不好外租也不卖 完了大家吧现在也没有地方停车 之前的车位这边呢是网出租的 我家也租了然后等到后期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网出租了 然后车位就停在外面 现在大伙就希望能把车停得安心 不再受损失 我希望管理者能把这块的环境改善一下 完之后也就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